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的今天大新闻节目 今天的焦点是特朗普的胜利如何重塑国际局势 尤其是在气候变化和中美关系方面 随着特朗普再次入主白宫 各国对未来的合作与挑战充满期待与担忧 首先,特朗普的胜利不仅对美国国内政治产生了深远影响 也对即将召开的全球气候峰会带来了不小的挑战 特朗普计划退出巴黎协定的决定 引发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 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的气候融资讨论可能受到阻碍 接下来,中国方面早已为特朗普的回归做好了准备 提前制定了应对策略 以应对可能出现的贸易战和外交挑战 与2016年相比 中国在面对特朗普的政策不确定性时显得更加从容 而对于美中关系的未来 专家们则表示 新的挑战与机遇并存 值得我们持续关注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南华 在特朗普即将回归白宫的背景下 中国显然已经做好了充分的准备 与2016年相比 这次中国对特朗普的反应更加成熟和有策略 中国官员透露 他们早已制定了应对特朗普可能带来的贸易战 外交挑战和科技竞争的计划 这些准备源于他们在特朗普第一任期中所吸取的教训 使得他们能够更好地应对未来可能出现的不确定性 尽管如此 专家们警告称 特朗普政府可能会推动更激进的国内外政策 这对中国的经济和外交将产生深远的影响 明镜新闻台 特朗普的回归不仅让中国感到紧张 还引发了全球市场的反应 中国工厂在年底前抢着进行大规模的导货 以应对可能的经济冲击 同时 特朗普的胜选也使得全球富豪的财富在短时间内暴增 引发了人们对其政策的关注 此外 中国的经济也面临着严峻的挑战 习近平需要动用巨额资金来填补经济增长的窟窿 这一切都反映出特朗普回归可能带来的不确定性和风险 美国新闻01 特朗普的连任不仅改变了美国国内的政治格局 也为国际合作带来了新的挑战 尤其是在即将召开的气候峰会上 特朗普可能会选择退出巴黎协定 这将对全球气候合作产生重大影响 同时 中国也在积极调整其外交策略 以应对特朗普的回归对中美关系的影响 特朗普的胜利不仅反映出美国选民对现行政策的不满 也预示着未来政治策略需要重新考量 以适应一个多极化的世界 明镜火拍报道 最近中国的出口数据出乎意料的强劲 10月份的出口增长达到了12.7% 远超市场预期的5.2% 这波增长的背后 工厂们在特朗普可能加征关税的威胁下 加快了出货速度 显示出在紧张的贸易环境中 中国依然能找到亮点 同时 习主席与特朗普进行通话 表达了希望中美两国能够妥善管控分歧 强调合作的重要性 这让周边国家如日本和韩国 也纷纷表示愿意加强合作 期待在特朗普的回归下 能够开启新的外交互动 德国之声提到 习近平在贺电中警告特朗普 不要采取对抗性路线 强调中美两国的关系 应以和平共处为基础 历史经验表明 何则两利 斗则俱伤 台湾总统赖清德第一时间 祝贺特朗普当选 认为台美关系将为地区稳定提供基础 然而 特朗普在竞选期间 重申对中国的强硬立场 可能加征关税的威胁 让中美关系的紧张局势再度升温 此外 其他国家的领导人 如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 也向特朗普表示祝贺 期待未来合作的机会 中国财经则关注到 A股保险公司在三季度的业绩表现 尤其是中国平安的增速相对缓慢 仅为9.99% 与其他公司如新华保险的72.91%的增速 形成鲜明对比 这种竞争的加剧 在全球经济形势不明朗的背景下 尤其是巴西央行加息的消息 令市场更加紧张 尽管中国的出口在10月同比增长了11.2% 但全球贸易保护主义的挑战依然存在 未来市场的波动可能会超出投资者的预期 提醒大家保持警惕 华尔街电视WaSTTV报道 特朗普的胜利不仅在美国国内引发了政治风暴 也对全球气候峰会产生了深远影响 他计划退出巴黎协议的决策 可能会对发展中国家在气候融资方面的讨论造成阻碍 而德国总理因国内问题缺席 导致欧盟和中国在气候谈判中占据主导地位 尽管美国各州和城市仍在努力推动气候行动 但特朗普的回归无疑让全球气候合作的未来蒙上了一层阴影 同时中国早已对特朗普付出的局面做好准备 制定了应对策略 试图在紧张的中美关系中寻求合作机会 新周网报道 中国银联国际近期宣布 其境外发行的银联卡 以全面支持绑定支付宝和微信支付 这一创新举措 为外籍人员在华旅行工作和生活 提供了极大的便利 外籍人士只需下载相关应用 并绑定境外本地发行的银联卡 便可享受与中国用户相同的扫码支付体验 目前已有超过2.5亿张银联卡 在全球183个国家和地区通用 这一举措不仅提升了外籍人士的支付便利性 也反映出中国在移动支付领域的领先地位 中国研究院的外交简报中提到 特朗普的当选引发了社会各界的不同反应 在美国房地产市场 最近一处豪宅以113万5000美元成交 显示出市场的活跃度 然而 特朗普的政策变化 让许多乌克兰裔人士感到不安 他们担心美国对乌克兰的支持可能会减弱 同时 加拿大的移民社群对反移民情绪感到焦虑 巴勒斯坦协会也希望特朗普关注加沙地区的局势 这些情绪的交织让人们在希望与恐惧之间摇摆不定 此外 澳大利亚大使因对特朗普的负面评论受到压力 删除了相关推文 这引发了对未来美澳关系的讨论 尤其是在特朗普再次执政的背景下 政治氛围变得愈发紧张 中国新闻01报道了香港西九站首发至韶关的高铁旅游列车 这一新线路的开通让港人出行更加便利 车程不到两小时 极大的促进了香港与内地的经济交流 这个新选择不仅为游客提供了更便捷的出行方式 也象征着香港与内地之间联系的进一步加深 成为两地经济互动的新桥梁 华尔街电视的节目则聚焦于美国副总统当选人J.D. Vance的外政策略 随着特朗普的胜选Vance在新政府中的角色引起了中国外交官的关注 他在演讲中强调了美国与盟友之间的责任分担 并对无尽全球贸易进行了批评 这让中国对其未来政策方向感到困惑 专家们对特朗普极其内阁的宏观战略表示怀疑 认为Vance的影响力仍需观察 未来他能否引领共和党在全球舞台上 扮演更具竞争力的角色 成为了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 深刻中国节目则讨论了意大利对中国中化集团的调查 可能影响被耐力的治理规范 反映出各国对外资影响的重新审视 同时环境部长吉尔伯特呼吁中国和沙特阿拉伯 为应对气候变化出资 尽管中国是二氧化碳排放大国 但在清洁技术方面也扮演着重要角色 彰显了国际社会对资金分配的期待与信任危机 此外 欧盟对中国电动车的关税政策未能 阻止中国车企的市场进入 显示出中国制造商在价格和生产上的优势 预示着全球汽车市场的未来格局将受到影响 德国之声报道指出 特朗普在2025年再次成为美国总统的选举结果 让许多西欧国家感到震惊和困惑 特朗普不仅赢得了选举人团的支持 还在普选中获得了超过7200万张选票 超越了民主党对手卡玛拉·哈里斯的6800万张 尽管外界普遍对特朗普的胜利感到失望 但它成功地吸引了更多少数族裔和年轻男性选民的支持 尤其是在黑人和拉丁裔选民中 其支持率显著上升 分析指出 经济问题如通货膨胀和移民政策成为选民关注的焦点 这些因素有力地推动了特朗普的胜选 《经济日报》的陈志斯则认为 特朗普重返白宫后 香港与美国的关系将继续紧张 特别是特朗普对香港官员实施的制裁仍然有效 他指出特朗普可能会将对中国加征关税视为选举策略 而不一定会付诸实践 此外 尽管特朗普曾提及释放一传媒创办人黎之音的可能性 但陈志斯认为 法庭判决不应受到政治因素的影响 香港的法治将不会因特朗普的言论而改变 美国之音报道了菲律宾驻美大使对特朗普当选的乐观态度 认为这将有助于维持美国的印太政策以及对菲律宾的支持 菲律宾与中国在南中国海的紧张关系 让美国的军事合作显得尤为重要 罗姆尔德斯表示 特朗普执政期间对菲律宾的军事承诺将继续 并可能得到加强 他强调 尽管与中国的关系复杂 菲律宾依然希望通过对话和平解决争端 同时与美国的同盟关系将继续在地区安全中发挥关键作用 谢谢大家收看以上节目 这是我们的编辑团队为大家搜集 整理的 认为有价值的信息观点 但是并不一定代表我们立场 不作为任何行为的建议 欢迎大家为我们的节目点赞 订阅我们的频道 谢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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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